长长人龙顶着艳阳在古巴哈瓦那港排队等着登上俄罗斯军舰 CNN记者也排了将近三小时成功登舰 参观俄罗斯护卫舰戈尔什科夫海军援帅号 而且停泊在一旁的旧式核动力潜艇克山号 但这几艘军舰搭载告示高超音速飞弹 而且古巴距离美国只有100多公里远 让西方不敢大意 不止如此 加拿大皇家海军巡逻舰马格丽特布鲁克号 也缓缓驶入哈瓦那港 美加二舰艇通通现成古巴 也让各界担忧随时可能擦墙走火 只是普京最先进的几艘军舰都派到古巴 还留在战场上的黑海舰队 却吃扁吃好吃慢 就连黑海旗舰莫斯克号都被炸毁 似乎逼得普京没辙 周五再度抛出两项停火先决条件 包含乌军撤出四个备并吞舟 对内刺客 卢干斯克 赫尔松和扎坡罗勒 以及要求乌克兰放弃寻求加入北约 曾伦斯基更比喻普京宛如希特勒一样 说话不算话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说 普京没有资格对乌克兰开出停火条件 至于这场已经打了超过两年的战争 何时才能结束 还要看15、16号在瑞士举办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上 是否能为基辅开辟通往和平的道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